晚安 您好 欢迎收看2300晚间新闻 我是徐国豪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心 今天晚间6点多 台北市天目发生一起严重的车祸 39岁的减性驾驶 开车行进市东路和预知路二段时 一次没减速 直接撞上正要过马路的三名行人 导致妇人送医急救后人宣告不治 另外两名高中生则是骨折重伤 目击民众说 证明驾驶疑似是飙车的惯犯 但详细的肇事原因 仍有待警方调查 三名路人走在斑马线上 突然一辆黑色轿车直冲过来 直接撞上三名行人 一旁目击的民众见状 赶紧上前去救人 救护人员抬起担架 要赶紧将被撞的路人送医急救 事情发生在18号晚间6点多 39岁的减性男子开车 行进台北市市林区知育路二段 到了市东路路口时 撞上了三名行人 导致两名女高中生骨折重伤 一名富人伤重不治 车很快 应该六七十有 刹车声很大 而且那个 那不止六七十 摩托车六七十 它那个消音管又有改过很大声 你以前很常看到它吗 对啊 它都怎么飙 跑来跑去 过一会就飙回来 这样子 很大声 对啊 很大声啊 它信片它都飙底子 差不多两三四 车祸现场造势的车辆撞上分隔岛 挡风玻璃碎裂 耗制也被撞歪 鞋子科普和考试卷全散落一地 可见撞击力道有多大 看到这重撞瞬间的民众 非常愤怒 我认为他是亢奋 我有怀疑他是要假 这太可恶了 我说真的 这是我自己的家人 我跟你讲 我觉得打死他 我跟你讲 驾驶已经检测 可是车子为零 没有饮酒情势 天母这起重大车祸 让无辜的行人被撞飞 肇事驾驶是不是飙车惯犯 以及详细的肇事原因 也有待警方调查 记者张佑茨 您又诚诚一诚 台北报道